不经云四处打探聂峰的下落 却从一个乔夫那里得知 有一名独立男子被打落悬崖 独立身边有个女孩子 我还听他叫什么秦大哥的 大师兄 画面一转 丁宁和秦双两人大难未死 秦双身受重伤陷入昏迷 丁宁意识受伤不清 却还在坚持替秦双喂药 终于在丁宁晕倒之际 不经云顺着线索找了过来 一段时间后 丁宁猛地从床上醒来 发现不经云正在替秦双运功疗伤 这才深深地松了口气 你别担心 我已经排除他体验的遇险 很快就会康复的 那真是太好吗 不经云见秦双度过了危险期 动身返回客栈去找楚楚 却在老板的口中得知 有一帮凶神恶煞的人正在等他 不经云担心楚楚的安危 焦急万分地赶回房间 见到了等候多时的决心 决心让手下带走了楚楚和不停 用两人的性命威胁不经云 要不经云帮他办一件事 你说 从聂锋手中 把龙脉拿来给我 为了楚楚和不停的安危 不经云纵使有万般不愿 也只能答应替决心做事 秦双伤势恢复后 和不经云一同上路寻找聂锋 却在一间名叫太和祥的客栈 遇见了至尊派出的皇城特使 秦双向殿小二打听情况 得知聂锋曾出现在附近的紫平镇 推测聂锋正往西北方向前进 若风师弟继续朝那个方向走 他岂不是回到他的出生地 九泉 我记得风师弟说过 他一生最快乐的日子 是在九泉度过的童年 难道 没错 他一定是回去他的故乡 九泉里的聂家村 正如不经云两人所预料的那样 聂锋和第二梦回到了聂家村 这里是聂锋长大的地方 充满着聂锋的童年回忆 聂锋见到熟悉的场景 脑海中回忆起了过往 想聂锋将风铃交给母亲年营 火其铃抓走父亲聂人王 聂锋跳入着势磨持修炼魔刀 最后使用魔刀击败刀皇 记忆如潮水般涌来 瞬间让聂锋痛苦了起来 珠皇担心聂锋再次入魔 会失去理智伤害第二梦 要拉着第二梦离开 第二梦不愿放弃聂锋 上前不停出言鼓励起了聂锋 在第二梦的不懈努力下 聂锋其技般地恢复了神志 聂锋恢复让第二梦欣喜若狂 与聂锋仅仅相拥好不甜蜜 珠皇健壮捂住眼睛走了出去 却察觉有高手靠近聂家村 于是施展轻功前去查看 而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秦霜和不惊云三人 三人得知聂锋压制魔性 正在逐渐恢复正常 都替聂锋感到高兴 可是为何风之力 能够突然地超破魔性的控制 那德归功于龙脉 或许龙脉及天地之灵气 有降服万物之力 所以能够压上风的魔性 第二梦告诉布京云三人 只要聂锋继续留在聂家村调养 两个月内必会脱离魔道 然而布京云却为此犯了仇 表示楚楚和不停被决心抓走 要他用龙脉作为交换 情双出言安慰布京云 提出先见到聂锋再做打算 话分两头 天下会的探子向熊霸禀报 决心不知所踪音讯全无 聂锋带着龙脉回到了聂家村 得知消息的熊霸早有预料 决心和他玩弄心机还嫩了一些 画面来到聂家村 决心挟持楚楚和不停找上门来 要布京云交出龙脉 布京云心知现在交出龙脉 聂锋就会再次入魔 煞时间陷入了两难境地 聂锋察觉情况走了上来 询问布京云发生了何事 决心见状出言威胁 催促布京云赶紧动手 布京云看着楚楚和不停 终于还是做出了决定 不要 对不起 为了让救楚楚还停了 我必须要这么做 容脉到手了